大家每次都在视频里看到 尤其是健身的时候 我都会戴着耳机 原因是对于我来说 如果健身没有音乐 就像是在你吃饭的时候 不看剧一样 缺少灵魂 同时呢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多年健身的过程中 我用过了无数的耳机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买来当下比较流行的四款耳机 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评 从而对你选择耳机时 有一个简单的参考 这个视频不含任何推广 咱们话不多说 3,2,1 其实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耳机 就是我手上拿的这四款 这里面其中有两个耳机 是我买来很久一直在用的耳机 剩下两款呢 是我这次专门买来测试了一段时间 看它到底好不好用 不好用呢 我就把它退了 开个玩笑 咱们第一款要讲的耳机呢 来自小米的红米 AirDots 一提小米呢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性价比 那这款耳机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蓝牙耳机呢 它的价格只有99元 其实这也是我买它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一直想试一下 像这种100元以下的蓝牙耳机 到底它跟那种高端的耳机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我现在给大家戴上看一下 Let's go 这款红米简单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就像是低端版的AirPod 首先说一下它的优点 除了价格是AirPod1分之1之外呢 大家看它的产品参数 几乎囊括了一个蓝牙耳机的所有功能 而且续航时间呢 也是AirPod一倍多左右 同时它的产品设计 也承接了小米一贯的那种简约的风格 简约到这次连数据线都不给了 说了它那么多优点 但是当你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为什么会卖这么便宜了 音质在这边咱就不说了 99块钱你也不可能期待有那种高端耳机的音质 但这个耳机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经常会断连 试想一下 你举铁举的一半 音乐突然断了 能让我少做好几个 而且它的配对过程过于繁琐 你得先连一边再连另一边 断了以后呢 还得重新开始刚才那个程序 总之就是很麻烦 但是综合考虑这个耳机只有99块钱 所以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预算有限的小伙伴呢 强烈推荐 因为就算你丢了也不会那么心疼 对不对 下一款是来自咱们华为的Freelance 一看外形 大家就知道这是一款运动耳机 它的价格呢是499元 那这款耳机究竟怎么样呢 咱们一起去健身房试一下吧 Let's go 我靠今天变怎么样 你看运动耳机 肩膀比例 相当的 这可以啊 我看肩膀全练背上了 而这个耳机还有好处就是 它两边有个吸铁石 平时携带比较方便 大家看这样 不像AirPod的话 有的时候分开容易丢 当时买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它好像是比较小的一个耳机 看起来也就到这个位置 没想到它还挺大的 大家看 像一个听枕器 来运动耳机 我给你听个枕 哎呦 哎呦 除了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之外呢 这款耳机呢完全没有刚才小米耳机的那些问题 不管是从配对手机还是充电都非常的快 它的续航时间呢也有将近18个小时左右 反正买来两周 几乎一次电都没充过 同时它的延迟也非常小 比如说咱们平时听歌看剧 甚至发语音的时候 这种蓝牙耳机总会有那种延迟的问题 但这款耳机呢 反而却香 当的快 这个没坏啊 这只是充电口 但是作为一款运动耳机呢 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我平时健身的时候 它经常会自己掉下来 而且虽然它的音质比刚才99元的小米好一些 但你还是能听出来 它的声音非常的单薄 完全没有那种沉浸感 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它的外形 以及快速连接快速充电的话 这个华为Freelance还是值得入手的 但如果单纯是为了健身的话 不是非常推荐 而下一个是我平时使用次数最多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 就是来自苹果的AirPod 这款我相信不用我介绍太多了吧 因为满的街都是 第二代最新的售价是人民币1129元 然后美国亚马逊卖的是144美金 之所以它的使用率是最高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 它基本上适用于我生活中的任何场合 无论是健身工作听音乐开车 它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嗯?开车不要带耳机啊 同时呢因为它是挂耳式的 所以它佩戴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那我现在呢就给大家试一下 大家看到AirPod呢相对于其他的耳机 非常非常的方便 不管你怎么甩它都不会掉 有的时候甚至呢 你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这是它又是好处又是不好的地方 因为我上一个耳机丢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我也不知道它放哪了 这个是我用了很久的AirPod 1 大家看里面只剩一个了 因为单配一个耳机和再买一个AirPod 2 价格差别不大 所以我当时就想试一试 第二代和第一代有什么样的区别 在这边我感觉如果已经有了AirPod 1 小伙伴没有必要再去买AirPod 2 因为它们区别没有很大 另一个让我常年带着它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外形 我感觉苹果在这个耳机上 做到了既简约 但同时又不是逼格 而就要大家看到的AirPod呢 不管什么样的衣服 都能跟它进行一个很好的搭配 但是呢有一点不好 就是因为AirPod现在用的人非常非常多 它很难有一种独特性 所以如果喜欢那种独特外观的小伙伴呢 可以自己去贴个贴纸啊什么的 当然说了那么多 难得AirPod没有任何的缺点吗 当然有了 除了我刚才说的它容易丢之外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续航时间是我所有说的耳机里面最短的 同时虽然AirPod的音质 比刚才的耳机有显著的提升 但是呢它跟平时咱们带线的这个耳机的音质 区别没有很大 那这也算是我对AirPod吹猫求刺下的一个缺点吧 那咱们总结一下 如果你希望入手一款可以长期使用 或者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使用的耳机 AirPod是所有当下蓝牙耳机里的一个首选 还没有入手的小伙伴可以稍微等等第三代哦 OK咱们今天要说的最后一款耳机呢 是来自索尼的这个WF-1000XM3 为什么要起这么长的名字 因为这款耳机比较特殊呢 所以咱们现在要去另一个地方进行测评 我换一下衣服 Let's go In a crude laboratory In the basement of his home 然后这款耳机呢大家看 之所以现在这么火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媲美那种头戴是耳罩的消音系统 我也不知道这个消音系统有没有它们之前说的那么好 所以呢现在我到了一个聚洛杉矶三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沙漠上风非常非常大 爆子都快追飞了 在这种风很大的情况下 咱们测试一下这个耳机到底有没有它们宣传的那么好 我刚才骑滑板的速度大概是20公里每小时 在风速非常快的情况下用这个耳机呢基本可以消除到大部分的这种风声 通常情况下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入耳式的设计 因为我总感觉它不舒服容易掉 但是在那么大的风速下呢 它还非常牢固的在我的耳朵上 所以从这两个维度来看这个耳机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消音的问题的价格呢也高了一些 它的官方价格人民币是1699 在亚马逊上卖225美金 和AirPods相比除了价格没有优势之外呢 它的配对也相对比较复杂 它有将近8小时的续航时间 同时它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 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 它可以调节降噪的水平 可能这也是它为什么卖这么贵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个人对于这款耳机呢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时那个健身房World Gym非常非常的吵 所以我对于降噪功能呢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但同时呢我也不可能每天都戴这个大耳机 所以这款索尼的耳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如果跟我有同样需求的小伙伴 这个耳机绝对适合于你 而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四款耳机 最后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如果大家需要选择一款可以在任何场景下使用的耳机 我推荐这两款耳机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预算进行选择 如果大家希望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但又觉得AirPods比较贵的话 可以选择华为的这款Freelance 最后如果你对音质有较高的要求的话 我强烈推荐索尼的这款降噪耳机 但除了我今天说的这四款耳机呢 市面上还有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耳机 你就比如说Bose啊PowerBeats 甚至是我平时用的这种大的耳麦 但是非常遗憾我没法给大家进行一一的测评 当然如果大家有那种性价比特别高 或者音效特别好的神器 也别忘了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推荐给我哦 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同时如果大家希望看更多的日常训练的话 别忘了关注我的Instagram帅宋series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